有个粉丝退回来一个包 正常是不退换的 因为是定做的 而且确实没有问题才会继续做 如果包坏了可以拿回来修 但是他说他很喜欢这个包 只不过跟他买的汉服不搭 一开始我不同意 但是他说汉服是他花了一个月生活费买的 衣服已经退不了了 要是包不能退就没钱吃饭了 最后我还是同意退了 包也就留下了 其实喜欢我的包不一定非要买 前几天家庭聚会就差点打起来了 表姐背着花三万块在巴黎买的包跟我炫耀 这包啊要不是提前预定都抢不着 你看人家法国包的做工设计 跟你的破包根本没法比 话说完我爸妈尴尬地低下了头 可当我仔细一看 这不是我前段时间出口的手工包吗 里面还有我的客字呢 放在国内无人问津 出去溜带一圈竟然升值了 哎你们说我要不要介绍我表姐啊 慢慢没想到 背着这个包回家老公都惊呆了 这只包是一位40岁的姐姐定制的 她要求包包时尚减量 并且把她喜欢的花绣在包包上 这个花真的是太富贵了 感谢您能够点到这条视频 有的人看完我的视频就离开了 有的人没有看完就给我点赞 因为他们知道每个人都不容易 你的一个鼓励就是对手艺人最大的动力和支持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